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,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高斯伯今天,8日,参加旅居台南的金门同乡会里监视选举即理事长交接典礼及参会,或满场热情相挺。 高斯伯表示,民警党把持台南多年,国民党要翻盘不易,但今年将是国民党近十年来最好的一次机会,一次可以用选票改变生活的机会,呼吁大家共同支持新台南起义。 高斯伯也向金门相亲保证,年底当选台南市长后,一定要让旅居台南的金门人,把台南当作第二故乡,把台南建设成一个真正宜居的城市。 高斯伯团队表示,今天现场,超过400名旅居台南的金门相亲出席力挺。 除了台南各在帝族群陆续出面声援之外,自6月中旬以来,高斯伯团队也陆续自台北请来俯选大江, 既国民党秘书长曾永泉,立愿党团总赵将启程后,青壮派立为奖半安9日也将南下助选, 前总统马英九更将在7月下旬亲自陪同高斯伯航角台南。